另外,Facebook又被人吵,Selena,高美斯,引述别人的影片,吵策这个Facebook, 看他的Twitter,就说,Facebook就是猪蟹白隔,要为这次疫情大爆发,你要扶上很重要的责任,令到很多人死亡。 Twitter曾经是特朗普的个人舞台,陪着他由真人show 明星做到总统, 不过星期五被Twitter封杀,他这个8千万人follow的real Donald Trump一铺青袋。 09年特朗普仍是商人时,听市场总监介绍了7分钟,就专门开Twitter宣传。 第一条Tweet就是预告自己会亮相大胃牙策鬚,之后不时用来sell自己的书,传媒访问。 但到11年,特朗普希望累積政治影响力,于是找团队认真经营, 存够100万followers还特意慶祝。 到特朗普当选后,他事无大小都第一时间在Twitter发布, 例如闹查通俄门的特别检察官迷勒, 帮整日试射火箭的金正恩改名作火箭人。 连炒前国务卿蒂勒心都在Twitter发布,被形容是Twitter治国。 特朗普最喜欢在凌晨3、4点玩Twitter, 试过有次打了个不明的英文字,Kovethi。 最后三不次贴,被网民继续笑他玩玩下睡着了, 还帮他续写句子。 至于特朗普最受欢迎的Tweet, 是上年10月,自爆同太太梅拉尼亚, 确诊武汉肺炎,有180万个赞好和40万个转发。 不过以上都已成为历史, 特朗普未来想再重返社交媒体也有点难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